澳洲和新西蘭的總理訪問中國 其實昨天已經啟程了 以及一些代表團 以及一些官員 以及一些農業 旅遊的代表 甚至乎是一些跳部落舞的人 去宣傳旅遊方面的一些事情 新西蘭正在做事了 同樣是五眼聯盟的澳洲又怎樣呢? 剛才你和我講了一點點 我再補充一下 新西蘭的總理就是Chris Hiepkins 就是希普金斯 就是這一位 應該是昨天啟程了去訪問中國 直到30日 就會有貿易和出口方面的代表 還有29名的商界代表 今次的訪問就是希望可以在這幾方面 特別是和中國加強這個合作 另外商界代表就有誰呢? 就有新西蘭的航空公司 另外一些公司叫做恆天然 街配、來美等等的一些農場 一些知名的企業代表等等 新西蘭總理也算是一個很龐大的代表團去訪華 其實近日來說還有哪些代表呢? 比如巴巴多斯的總理 蒙古國的總理 越南總理、范文正 紛紛訪華 好了 這麼多國家都想訪華 或者已經訪華 新西蘭就是 保甲希普金斯 將會訪問北京、天津、上海 他就說 現在中國佔新西蘭的出口大概四分之一 疫情之前是第二大的旅客來源 也是中國的劉學山 紐西蘭的一個重要的落腳地 所以中國對新西蘭經濟復甦的關係是非常關鍵 如果看看2018年的數字 其實中國對紐西蘭的貿易是有逆差的 就是中國買新西蘭的東西是比較多的 包括什麼呢? 包括乳製品、牛奶、肉類、食用果實等等 至於新西蘭主要和中國買什麼呢? 主要和中國買的是機械、機器、塑膠製品、鋼鐵等等 所以兩個國家相信會加強合作 特別是新西蘭的新總理上場之後 也算是一個大型的訪問 他就代替了阿德恩 好了 新西蘭正在做事 澳洲又怎樣呢? 有記者問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 有些人就譯做阿爾巴內塞 他說他其實也很多次表示想訪問中國 但是為什麼還不可以呢? 他最近回答記者說 他在適當的時候 就會確定訪華的日程 他說澳洲主張消除了兩件事 有機會就會訪問中國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貿易的障礙 因為在澳洲總理莫里森當政的時候 中國禁止了澳洲的產品進口 包括木材、煤、龍蝦、葡萄酒 這幾件事是主要的 在外長王英賢訪問中國之後 其實中國是放寬了澳洲的產品進口 已經恢復了進口木材和煤炭 所以貿易的障礙已經慢慢消除 不過澳洲總理阿爾巴內塞就說 最好就是全部消除 如果全部消除 這是訪問中國的第一個先決條件 原來還有另一個壓力 澳洲本身在國內都有些反對派 反對阿爾巴尼斯和中國的改善關係 所以這方面他都要應對國內的種種政治壓力 特別是一些強硬派 在暫時目前的情況之下 這些強硬派的反對之下 阿爾巴尼斯也表現得出 不是很夠膽大力去推動中澳關係的進展 也是稍微低調一點點 另一方面 阿爾巴尼斯特別提到 有一個澳洲籍的駐中國記者 他叫成雷 成雷已經是兩年前 即是2020年8月兩年多前 被中方拘捕 到現在已經一直扣押著 罪名就是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 被捕以來一直被關押在北京 現在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呼籲 希望中國可以釋放這位澳洲記者 被指在中國從事一些收集成果 或者一些間諜的活動 看看中國會不會放行 如果可以的話 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 訪問中國的機會就會更進一步 更加大機會 中國的商務部發言人 促國庭早前曾經表示 他說現在中澳貿易一直正常開展 去年雙邊貿易金額高達2200億美金 都相當大的數字 雙方面的貿易額 進出口加起來的總數 雙方在貿易領域有關切的話題 希望可以加強對話溝通 共同找尋互利互贏的解決方法 中方一貫反對一些國家 就是將一些煩化了的國家安全概念 將經貿問題政治化 歧視打壓中國企業的錯誤做法 希望澳洲可以堅定支持中國企業 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希望澳洲和中方相向而行 為中國企業對澳洲開展貿易投資 提供公平開放非歧視的營商環境 為中澳經貿注入更加多的積極因素 這就是中澳最新的發展 相信隨著新西蘭總理訪問中國 未來幾天看看有什麼成果 大家可以留意新聞 如果新西蘭今次成功訪問中國之後 獲得不錯的成果 我相信不到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不急 雖然他說要消除所有貿易的障礙 或者甚至釋放 我剛才所說的澳洲記者盛蕾 澳洲總理才會訪華 但是我看如果新西蘭也能去到 還有一個這麼大的代表團 如果未來幾天 新西蘭在中國獲得美滿的成果 我相信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 都會心急 還有商會定下這個訪華日程 日期的機會都挺高的 好 接著講講最後一個話題 回到香港 近日大家也知道 Track GPT熱炒 我剛剛看完一個訪問 訪問一位律師 因為有一位律師就在香港 他就說 其實他現在已經開始廣泛地應用 Track GPT幫他做生意 他就說他在電腦裡打幾個字出來 比如說他跟Track GPT說 拜託你幫我起草一份信件 就是向某某人追討債務 以及設定一個限期 要他多久之前還清債務 那麼Track GPT就回答 結果是兩三分鐘內 就草耳了一個信件 而根據這個律師的描述 他說這個信件 只要你把一些名字 日期一些資料填進去 銀碼填進去 基本上這個信件 已經可以以他的律師行的名義 發出去 即是送出去 已經寫得很好的一個信件 所以這位律師就說 他將會多些利用Track GPT幫他做生意 在這方面 絕對是可以減少人手 但是他就說 是不是會完全代替到 建習律師 或者一些師爺的人手 他說未必 因為你始終 這些那麼荒蕪的信件 就可以用Track GPT去寫 但是如果當你是在一個法律的訴訟案件上 始終你都要用一個很多的決定 就是加入一個人性化的決定 才可以在這個訴訟 或者在辯護過程當中發揮效力 就是Track GPT這方面是做不到的 還有很多事情 Track GPT暫時都沒有做到的 這次就是輪到 我們的行政會議召集人 葉劉淑儀日前就發炮了 剛剛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們巴士電報 我們的高層 麗庭堯先生寫了一篇文章 他在時人時語裡就說 葉劉淑儀就指這個AI 錯漏百出 兼且戴上黃色眼鏡 葉劉淑儀就說 他就問這個Track GPT 他就問這個是新聞黨 香港主席究竟是誰 這個SAGE 這個Track GPT就回答他 根據我所掌握的資訊 香港新聞黨於2021年更換主席 現任主席是黃毓民 兩樣都錯的 第一 沒有更換主席 第二 新聞黨主席一直都是葉劉淑儀 好了 另一個問題 葉劉就問他了 問這個Track GPT 香港行政會議 召集人是誰 這個Track GPT就回答了 香港行政會議召集人是特首 即是行政長官 現在的特首就是林鄭月娥 行政會議是香港最高行政機關 香港負責決定香港政策和行政事務 向中央政府負責 這樣 下半段這個描述行政會議的功能 勉強都對的 上半部都錯了 首先香港行政會議的召集人 不是特首而是葉劉淑儀 而香港行政會議成員是怎樣成立的呢? 其實是由行政長官李家超公佈和邀請 現時行政會議成員是有21名的主要官員 以及16名的非官首議員 而16名的非官首議員當中 葉劉淑儀排名就是第一 也都是作為行政會議的召集人 所以這裏答 行政會議的召集人是特首是錯的 第二 現任特首林鄭月娥當然是錯的 現在是李家超 所以基本上 如果一旦你相信這個查查GPT 都很大件事 不斷問他兩個問題 就已經搞出這些答案 第三個問題 葉劉就用另一個 就叫做AI查的軟件 就問了 香港民主黨主席是誰 那就厲害了 他就答到一些很舊的資料 他就說香港民主黨主席 他有一個答案就是李柱銘 就是很久之前 他說現在的主席竟然是羅冠聰 也挺搞笑的 現在主席是羅健熙 好了 面對這個問題 葉劉就說 你們真的不要亂相信AI查 現在雖然是大勢所趨 而且香港有很多大型的傳媒機構 正積極引入AI技術 替代部分的偏才人員 理論上 沒錯 是可行的 但是呢 可以解決到人手不足 但是現在的AI 發覺很多的AI軟件提供的資料 都是錯的 很多時候是來自西方的資料庫 特別是這些西方的資料庫 對於香港的政界 政壇人物 就不太熟悉 所以現在的資料是錯流百出之餘 也都是不更新的 所以如果用CheckGPT 如果他們的資料依然是偏向西方角度 甚至會帶了一些黃色眼鏡 在政治上的分析 大家就要小心了 如果獲得這些訊息的時候 你自己要看看 所以傳媒、學者、學生們 如果要靠AI、CheckGPT 來做分析評論 極有可能被誤導 和欠缺客觀 特別是這些政治敏感問題 因為西方傳媒的看法 如果他們戴上黃色眼鏡的話 對於香港政壇 分析通常都是不夠客觀 和不夠新的資料 所以大家就要注意 如果真的用CheckGPT 暫時都有很多的盲點 我就這樣看 因為CheckGPT其實是不斷地學習的 現在你去坊間 如果你去下載CheckGPT的apps 隨時可以下載了十幾二十個 你可以不斷地嘗試 而我相信這些CheckGPT的軟件 亦都會不斷地學習 雖然現在大部分的資料 第一不夠更新的 第二主要是學西方訊息 但是我相信 隨著時間的推展 推移 其實很多的CheckGPT 應該都可以開始 學習一些最新的 或者頻密些去更新的訊息 第二就是 特別在政治分析方面 就不要戴那麼多的黃色眼鏡 拿多些譬如說 香港的傳媒 或者是文匯報 大公報 這些傳媒的訊息 那個參考性 就會更加高了 準確性會更加高了 儘管看看CheckGPT AI方面的發展 大家好 石樓台已經簡化了訂閱的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費訂閱石樓台更方便 我們都優化了視頻播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 都可以看得流暢的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 或者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181-3890 或者是用畫面上的這個地址 發電郵給我們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的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 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 ומ�lle implants 噫 臭